大家好,这里是绿症悟空i4u 今天我们继续深度挖掘周立波的那个案子 今天是7月17号 周立波公布了那个案子里面的一份DNA检测报告 他公布这份报告的原因呢 据说就是因为唐爽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称毒品袋上发现了周立波的DNA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案子里面 先是发现了一个双肩背的包 然后在那个包里面发现了枪支 以及两个小塑料袋 塑料袋里面装的是毒品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被说到毒品袋 我们就要搞清楚究竟是那个双肩包 还是那个具体到装毒品的那两个小塑料袋 那么周立波的这个DNA检测报告呢 他就讲到了警方送检了四样物品 一呢是Item 1 Handgun 就是那个枪 Item 2就是那个装满子弹的弹夹 Item 3是Broken Cracked Pipe Pieces 这是呢应该是跟毒品相关的一个烟瓜 但是它上面呢是 Insufficient Quantity of Human Male DNA was Detected 它说你上面发现了DNA的量呢 男性DNA的量不足以 因为支持DNA检测 然后Item 4呢就是重点了 就是它的描述是Black Backpack 就是指的黑色的双肩包 它说在那上面呢是发现了一些混合的DNA样品 那么应该是其中一个指向的是周立波 所以呢根据这个证据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基本上周立波的驳斥是成功的 就是说是那个双肩背的包上测到了DNA 而不是那个毒品的那个小塑料袋上测到DNA 这个呢我根据一些其他的信息呢 我也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对这个报告我还是持保留的态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报告的日期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July 6,2017 那么它的开篇它也说 This is an additional report for reports dated June 1st and February 22nd 它这个报告呢是一份补充报告 那么在这之前2月22号和6月1号 分别有一份类似的DNA检测报告 所以在没有看到那两份报告的时候呢 我对这份报告 它对事实的还原度 我是持一个保留的态度 好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从推特上呢 有人提供了就是一个网站 从这个网站我们可以查到 美国的一些诉讼的法律文件 那么根据这个查询呢 我获得了两个诉讼 一个呢是今年的7月14号 周立波的第一任律师莫虎 对周立波提起的一个民意侵权诽谤诉讼 这是一个民事诉讼 它的求偿额呢是不低于1000万美金 那另外一个诉讼呢是周立波起诉 一个叫刘龙珠的美国 在美国的拥有律师执照的人 律师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周立波跟莫虎之间的诉讼呢 是莫虎是原告 而周立波跟刘龙珠律师之间的诉讼呢 是周立波是原告 那么在这两份文件呢 我都发现了一些对这个案子的了解 有更深入的帮助的一些信息 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莫虎提起的周立波的诽谤案的 这个起诉书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原则 就是说在你向法庭成交的文件里面的原则是 就事论事只说事实 不要对动机做任何揣测 也不要做任何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一段 二十一段呢 要知道周立波 莫虎呢 他作为一个律师起诉周立波诽谤罪 可是二十一段呢 他用的一个词就是 Mr. Joe's Notoriety 是什么呀 周立波是 他说周立波是臭名昭著 而且他用这个词的话 不是无意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三十五段 他又重复用了这个说法 就Mr. Joe's popularity and notoriety OK 说他臭名昭著 所以我觉得至少不管别的 他的这个用词是违背了我们就事论事的一个原则 OK 然后第二十三段 二十三段也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他说 2012年周立波和他太太呢 在美国做了430万的投资 他说什么呀 With the intended to obtain U.S.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他说这个投资的目的是用来 获得美国的永久居民权 这个呢 我就说除非你模糊 可能拿出更多的举证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要做一个项目 那周立波在对于这个项目 他是同意自己去拉资金赞助 然后呢 他说周立波拉赞助的那个赞助对象呢 不是赞助对象 就是拉赞助的那个人呢 就是他在刑事案子里认为构选他的人 也就是那个某某了 所以呢 他这个说法呢 就是前面一段 就是拉赞助的那个说法 是跟唐爽吻合 而后面的说法呢 是至少是站在周立波的对立面的 OK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34段 就是关于周立波付给莫虎的 20万美金的律师费 因为我们知道 周立波是有说 他付给后面两任律师的 两个律师 就是说 他莫虎是第一任律师 后面还有一任律师 然后还有第三任律师 那么第二任和第三任律师 所有的费用加起来 都不及他们付给莫虎的一半的钱 那么关于这个20万的律师费呢 我们知道周立波现在在追讨 我们就看看这个追讨 他有没有一些法律依据 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在莫虎自己的这个起诉书里面 他对这20万呢 是用的是retainer agreement 所以retainer呢 就是当你去找 请求一个律师带领你的时候 你都要付一个retainer 就是相当于叫做押金吧 他的原则就是多退少补 OK 所以基于这个多退少补的原则 我认为周立波是有可能 能够讨回来一部分的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就是第36段呢 他有做实了一个事实 就是2017年的6月5号是分水岭 也就是周立波解除了跟莫虎的律师代理协议 那么他是对莫虎的律师呢 代理的那个做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手法是不满的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啊 也就是看一些媒体 从媒体我们看了一个2017年4月8号的一个媒体报道 那么在那个媒体报道里面呢 他的attorney 周立波的律师呢 是莫虎 那他说了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说那个 he 就是周立波的 he does have confidence in the fact that hopeful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 a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hopefully resolve this to his satisfaction 他说呢 周立波是对事实是充满信心的 然后他用两次用了一个词叫做hopefully 说最终的我们希望 希望啊 有点是那个渴望 就是感觉是他没有太多信心 而他这个立场就是 感觉是跟周立波是拉开距离的 当他用这个hopefully这个词的时候 然后希望他最终能让他满意啦 就感觉是好像你也没有多大把握 或者是你感觉 因为周立波的立场 可能他是坚持都是他是无辜的 对吧 那么你作为他的周立波的代理 然后你对公众谈话的时候 你的这种用hopefully 给我的感觉就是拉开了 你跟你代理人之间的距离 这个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他的后面的律师的 对公众所做的一些发言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以看看2018年1月9号 那么有一个报道 他有讲到就是那时候呢 周立波的attorney已经是他最终的那个律师 就是stephan scarring 然后他是怎么说的 he says 利波 was driving the car but he doesn't know how the items got there 也就是他说利波确实是开那辆车 但是究竟那些东西也就是非法物品 是怎么到那车的 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看这个的立场 就是跟周立波是严丝合缝的 我们再看后来 就是说事情最后 已经官司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 同样一个律师 他对公众 在一个媒体报道 就是2018年5月25号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 Again,Mr.立波 has maintained his innocenc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你看 他就说 我再次强调 周立波先生呢 他是从一开始 就一直是保持的是 他是无辜的这个立场的 所以你看 这个的说法跟 莫虎说 hopefully 我感觉是作为律师代理 这个当事人的这个立场上 是有这个差别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周立波起诉刘龙珠的那个案子 那个周立波起诉刘龙珠的这个案子 因为他在这里面主要说了两点 第一就是他认 他听过一些事实的认定呢 是刘龙珠是California California州的直牌律师 但是他并不具有在纽约州的直牌执照 这样的话呢 而周立波的这个案子是发生在纽约州 所以而刘龙珠呢 他是案子发生了 他频频上媒体 然后他以律师自称 然后对这个案子做了很多的评论 这里面呢 所以他第一个质疑一点 周立波第一个质疑点 就是说你没有纽约州的律师执照 你可不可以以律师的身份来对这个案子 品头论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事实举证 就是 刘龙珠呢 他根据检方对周立波的控诉呢 他估计 他对媒体说 他估计这个刑期最高会达到41年 然后呢 当然他后来呢 他又改了一个说法 他说最高的刑期时 又变成了21年 所以关于这个呢 周立波和他太太呢 就是认为就是 胡杰 他太太当初就是有一点点被媒体上流龙珠 流龙珠放出来的这些说法呢 有点给吓坏了 所以他去找莫虎 然后莫虎管他要20万诉讼费 他也痛痛快快给了 甚至于莫虎后面说 可能还要在50万 他也好像是基本上也是才是同意的 所以呢 那关于这个呢 这个的就是控诉呢 周立波他是有提供一个 一个佐证的 也就是周立波的最后一任律师 Stefan Skarin 他有出具一封那个书面函 这个书面函就说 根据那个检方的那些指控 最坏的情况 那刑期也最高 不超过15年 所以从15年对比 流龙珠先开始说的 41年到20年都差得很远 所以这个也就是周立波 控告流龙珠的两个主要的因素 好 那么我觉得他这份起诉状 有一个更有意义的 更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 他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 为什么检方最终撤诉了 所以我们看看啊 也就是他在这里面讲到 就是说周立波的律师 最初是根据警方的一个testimony 就是证词来说 是周立波授权警方搜车 但是呢现在在这里面呢 他就讲 他就说 a third party cannot give consent on behalf of a suspect 所以呢跟进他说应该就是 是当初是 唐爽向警方说是可以搜车 所以呢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下 唐爽他有没有权利来代表周立波去 去给出这个 给出这个许可 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辩驳点 再有一个呢就是 就他有讲到 就是 the prosecution must submit a competen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Joe was aware of his right to choose 括号 就是not to consent and had voluntarily gave his consent for the search 所以呢他有讲就是说 检方的举证的责任是相当的大的 就是他要举证什么 要举证周立波是知道他的权利 什么权利啊 就是可以不给这个 不给不授权警方搜车的权利 这个呢根据唐爽接受局面采访 我们知道唐爽当初说的跟周立波的解释是说 那个你就算不让他搜的话 估计他也你也拦不住 所以这个我个人当时的研判 我就说这是有一点点误导了 所以现在呢这个也看来也是被周立波的律师 拿来作为一个重要的驳斥 检方并没有真正获得周立波 就是甘心情愿允许他们搜车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好所以呢检方的第一个证据就是要 要证明周立波确确确实实是心甘情愿的 很明确的给了他一个搜车令 这个现在看来是举证是不足的 然后他有讲 他说那个检方的在当时呢 也是在试图找一些其他的证据来给周立波认定 就是就是来认罪了 就是来使他的罪名成立 然后呢就是做了什么forensic testing 就是去做那种法医鉴定 那么可是呢他后面是什么 说他就他在这里面说 The prosecution's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the seized items actually belong to the plaintiff I touched the bag 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 周立波的那个DNA检测报告 就是说他有上面说 那个黑色的双肩包是有发现 混合的DNA是三 现在看来就是说三个男人的DNA都检测到的 OK 然后呢他有讲就是 你看啊最后他就结论 也就是最终这个案子为什么被撤诉 除了关于周立波是否有明确的给 心甘情愿的给检方搜车这个证 这个证明是检方很难成立之外呢 还有就是什么呀 Because no DNA and fingerprints of Joe were found on those items 所以他这个呢是民事诉讼里面的一个诉状 但是这里面呢一般来说你是不能够写 跟事实出太大的话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 因为你提交给法院的 那个书面的材料的话 是有是有法律的责任的 也就是如果是你律师的话 如果你写的东西不真实的话 你将来律师也会面临一个 就是说他会他的那个执照 也会面临一些危险 所以我是相当我是采信他这句话的 也就是他说最终的是 就是没有DNA或者是指纹 有周立波的DNA或者指纹 都没有在那些查抄的物品上被查到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警方撤出了 第一你授权搜车 这个是没办法没有办法成立的 第二你最关键的 你这个物品上的DNA跟指纹都没有查到 所以这个显然最终呢 他也有讲他说最终的那个 The prosecution made a reasonable choice to save the government's resources and money 所以他说最终呢是检方 做了一个合理的选择 就是节约政府的资 就是法律资源就不要浪费 浪费那个法律资源去缠送了 这个呢就是我从 这里面还有一些深入的解读 他有提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案例 然后呢然后又是那个在纽约法 纽约州的法律之下这些案例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 这个呢他举的就是说 有一个叫Brady vs. Marland的一个case 他说在这个case里面呢 是可以用来举证就是检方是不可以 就是藏起一些证据 然后呢而这些证据呢 是实际上是有利于刑事被告的 这个呢我也知道这样的说法 好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周立波起诉 刘龙珠的这个民事案例里面 他有关于这个刑事案子 做一些很深入的法律层面的解读 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今天的解读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